今天给大家分享鸡翅的一种吃法 准备洗干净的鸡翅 这个鸡翅呢我已经提前在水里泡了两个多小时 里面的血水基本上泡没有了 然后分别在每个鸡翅的正反两面搁切两刀 这样做的鸡翅呢才更容易入味 鸡翅切好后再次清洗干净 鸡翅切好后再次清洗干净 下来呢把鸡翅腌一下 切点葱姜蒜 往里面加入生抽 再加入多一些的蚝油 然后加入料酒去腥 搅拌均匀后用保鲜膜盖住 放冰箱里面冷藏半个小时左右 这样做鸡翅的时候呢才更加入味 锅里倒入适量的油 油热以后倒入腌好的鸡翅进去翻炒 刚才腌鸡翅的调料汁呢也倒进去 加入一勺白糖进去翻炒 然后倒入啤酒进去 啤酒呢要能刚好淹没鸡翅就行了 刚好锅盖转中小火炖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后转大火收汁 最后等到汤汁浓稠的时候关火出锅 好了咱们这个鸡翅就做好了 在上面撒些白芝麻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鸡翅色香味俱全 看着就流口水 而且做法呢非常的简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啊瘦了